外媒披露 美国海军将在日本左士堡基地 部署美国号两栖攻击舰 外军为何此时要强化 两栖攻击舰在亚太地区部署 是否和F-35战机 大规模部署日本有关 美国卖给日本两套 陆基宙斯顿反导系统 陆基宙斯顿如果装配远程巡航导弹 是否会将日本自卫队 改造成进攻型军事力量 日本陆上自卫队 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展开联合训练 美日强化联合登陆演练到底意图何在 防务新观察即将播出 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防务新观察 我是王鼎 据日本共同社1月30号报道称 美国海军基本决定 今年在日本的长崎县佐世宝基地 部署美国号两栖攻击舰 此举被认为是加强在亚太地区的 空中攻击能力 美军为何此时要强化两栖攻击舰 在亚太地区的部署呢 此外在1月29号 美国国务院表示 已经卖给日本两套陆基宙斯顿反导系统 有评论认为 陆基的宙斯顿如果装配远程巡航导弹 则可能变成攻击敌方基地的进攻性武器 那么美国真的会协助日本部署 甚至是研发进攻性的武器吗 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 在想听野演习场展开了联合训练 美日强化陆上联合训练 到底意图何在呢 在进入演播室讨论之前 首先带您进入今天的防务全球连线 大家好 我现在在日本东京 那么根据共同社的最新消息 美国海军基本决定 2019年在日本长崎线的佐世宝基地 部署美国号两栖攻击舰 那么据了解 美国号甲板宽广 与目前部署在佐世宝基地的黄蜂号相比 供飞机使用的停机库等等更加充实 那么有消息指出 美国号将部署在佐世宝基地的原因 是为了和目前部署在佐世宝基地的黄蜂号 在2019年内完成交换部署 那么值得关注的是 美国海军最近几年围绕F-35B战斗机 在两栖攻击舰上的使用 是接连进行两栖攻击舰的换防动作 那么在2018年 好人理查德号两栖攻击舰 离开日本返回了美国 那么取而代之的 就是具备携带F-35B战斗机能力的黄蜂号 据了解 目前美国海军陆战队 在日本盐国基地 是部署了16架F-35B战斗机 那么这个部署工作 是从2017年开始的 到同年9月份 是完成了全部16架的 永久部署转场过程 那么如果在2019年 美军佐世宝基地 完成部署美国号两栖攻击舰 那么它预计将搭载 隶属驻日美军盐国基地的 最新型隐形战机 F-35B以及鱼鹰运输机 并且和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实施一体化运用 那么有当地媒体分析认为 美国这么做 是针对朝鲜的核岛开发 以及中国的海洋活动 加强在亚太地区的 航空攻击能力 那么也有分析指出 美国最近有基于 对中国和俄罗斯的顾虑 积极向日本提供 防卫合作的动向 那么这也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接下来将现场交回到北京演播室 今天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嘉宾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杜文龙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李莉 欢迎两位 杜老师您先给我们解读一下 为什么美国要在这个时候 在日本要加强这种 两栖攻击舰的部署 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 首先美国基美国号 这是美国最新一级的 两栖攻击舰能力很强 如果搞试验 一定会选亚太 因为这个地区是美国 战略转型的核心区域 如果从比较小的亚太 变成比较大的印太 这样它的控制能力 包括其他方面能力 存在着很多缺陷 两栖战能力也是一个短板 如果美国把自己 最核心的海外经国符号 两栖战能力能够放大 整个地区美国的符号就在放大 所以新型的作战舰艇 新型的两栖攻击舰 新型的作战能力 如果向这个地区大量部署 平凡部署对于美国海军 率先实现转型有重要作用 第二不排除 今后会通过两栖能力 进一步强化与日本的 这种军事关系 因为目前日本与美国的关系 达到了史上最高 无论是装备的采购 人员培训 包括新技术的引进 以及美国新型装备 包括能力的部署 都是目前最紧密的状态 所以目前这个时刻 出于所谓的看管大国 另外建立美国最核心的优势 充分发挥盟友的作用 特别是日本这个铁杆 盟友的作用 都有重要的影响 所以这个时间段 和这种武器装备 至少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 那看样子 这个美国号到日本 有一定验证的性质 毕竟是一条比较新的 这种两栖攻击舰 那李老师 您觉得美国号 真正进驻了佐世宝之后 它会在整个的亚太地区 在这种陆空作战能力上 形成怎样的一种威胁呢 我觉得形成一个新一轮优势 是可以想象的 原因就在于佐世宝 我们看一下地图 它是在九州的西部 那么这个方向 它实际上离比如说印度洋 那么包括实际上 整个的太平洋地区 相对还是比较近的 就是前出比较方便 另外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优势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美国有一个第三远征旅 实际上是在冲城 所以它实际上都在这一侧 你包括盐国基地 现在有F35B 所以如果说真正要是 进行联合训练的时候 我相信它本身 包括搭载人员的训练 包括力量投送的训练 包括飞行训练 它相对是比较容易的 而且佐世宝长期以来 是美国海军在亚太的 两栖攻击舰编队的指挥所 在这地方它不仅有指挥部 它还有四艘舰的通常 就是通常来讲 是长久性的 这种永久性的驻扎 美国籍的美国号 相当于是美国现役的 两栖舰最大的 而且是最先进的 我们光看它那个外形 可以看出来 就是它是有隐身能力的 就都是个大斜面 而且它对于水声的 就水下噪音也做了处理 你比如说 像它的这种振动一些装置 它都放在那个 有弹簧的这样一些装置上 就水下的噪声水平也降低了 对前一期也有一定的 这种防御能力 对 有防御能力 然后水面上的 对于雷达波的反射界面 它也降低了 但是我是觉得 它最大的特征 实际上还是在于 它强大的投送能力 就是它的机库 和过去的黄蜂级相比 机库至少扩大了25%左右 那么另外 它的燃油的携带量 大大的增加了 几千吨这个水平 它是对于包括 船务登陆这一块都做削弱 就是传统的登陆手段 我已经不再关注它 但是我强调的是 从空中投送 所以鱼鹰本身 它的射程很远 而且F35B 强大的攻击能力 它如果一旦结合以后 它和过去的 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 两栖舰仅仅完成一个投送 游海向陆的这种任务的 职能相比 我觉得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所以这么看的话 这个美国号两栖攻击舰 它还是有很多先进之处 杜老师您刚才也分析到了 它到这儿来的 还有一个意图 就是要和日本的这种军事力量 要加强这种融合 那如果结合到 日本的航空自卫队 包括它的这种海上自卫队 现有的实力来看的话 如果说真正融合的话 又能达到一个怎样的规模 这个融合起来以后 跟以前那个模式有重大变化 以前就是两国家的军舰飞机 联合训练 涂着不同的标志 那这次如果美国籍跟日本的初云籍 包括其他的这种准航母 形成结合关系 你看它是一种通用的关系 美国F35B可以降到初云号 初云号的F35B 包括准备引进的40多架 可以在美国的两栖舰 包括黄方籍 美国籍上大量使用 你像以前都是大家相互独立 现在可以交叉使用 融合使用 如果美国日本在指挥系统上 实现结合 实现数据链的通用 另外在主战平台上也实现通用 那今后这个飞机图什么标志 并不重要 如果发动联合两栖攻击作战能力 包括目前我们看到的 美国籍包括黄方籍 以及日本具备两栖作战能力的 各种舰艇 它可以进行联合编组 而且飞机包括其他平台的使用 可以打乱国别限制 打乱舰艇的限制 可以任意进行降落和任意出发 如果对某一个方向发动联合攻击 那么所有舰艇上的F35B 在统一的信号阵影下 在一个方向形成重点打击 如果去疏散 同样不同的舰艇 都可以为不同的飞机 提供起降条件和保障条件 所以这种指挥方面的融合 加上作战平台方面的交叉使用 会让两国的所谓军事关系 从以前的联合状态 进入到融合状态 除了可能会被部署到 日本的美国号两栖攻击舰之外 近期美国还向日本出售了 两套宙斯顿系统 这又将对周边的安全局势 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通过短片为您介绍一下 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 29号美国国务院表示 已经卖给日本两套 陆基宙斯顿反导系统和相关设施 售价总额为21亿5000万美元 日本政府也将从美国洛克马丁公司 直接购入最新锐雷达LMSSR 并将其搭载到宙斯顿反导系统上 宙斯顿系统被称为全球 最为知名的强大的 全天候全空域武器系统 能执行包括防空 反导 反潜 对陆攻击等多项复杂任务 据此前报道 日本政府2017年末通过内阁决议 正式决定从美国引进 两套陆基宙斯顿反导系统 计划2023年左右投入使用 2018年日本政府称 部署地点可能是秋田县和山口县 这是日方首次公开提及 陆基宙斯顿的部署候选地 但该决定遭到山口秋田两线 居民的反对和质疑 一些市民联名上书 称一旦陆基宙斯顿部署完成 当地可能成为被攻击目标 危及民众安全 日本军事专家此前表示 陆基宙斯顿如果能够装配 远程巡航导弹 则可能成为攻击敌方基地的 有力武器 日本真的有可能将反导武器 改造成进攻武器吗 防武器观察继续播出 我们看到日本媒体 就有一些报道 说是日本的军事专家就分析了 现在新从美国买的 这两套陆基的宙斯顿系统 它有可能被改装为 可以发射进攻性武器的 这样的一套攻击系统 是可能这样吗 因为按照海基宙斯顿 是具备这个能力的 另外美国在波兰罗马尼亚 所部署的这个陆基宙斯顿 同样也具备这种能力 我们看美国无论是 提香多勒加 包括伯克吉 那个96管和112管的 推直发射系统 都是标三导弹和战斧斯导弹 共架发射 如果有了这种 共架发射能力 你现在装填标准三导弹 它只是一种能力而已 一种模式而已 如果今后有实战要求 战斧斯导弹 包括美国正在研制的新型 隐身导弹 尺寸 包括发射方式完全一样 所以我感觉这个陆基宙斯顿 可不光是字面那个顿 它有两种含义 第一 它可以防御 对方的弹度导弹 巡航导弹 包括其他的打击行动 同时它更是一把剑 而且一把剑是个隐身的剑 如果现在我不装 没有 那今后我大量裂装 把垂直发射单元 加高 加多 在整个地区形成这种能力 那么3000公里范围内 所有的目标 它都可以进行 斩首式的打击 而且战斧斯导弹 改装之后 精度很高 突发能力又很强 如果在日本这个方向 大量部署 它等于在这个地区 有了两种作战能力 所以不要小看宙斯顿 这个陆基宙斯顿 跟海基宙斯顿 在效果上完全一样 如果通过巡航导弹 系统的升级 包括隐身 高机动 另外美国超高声速 加上其中以后 它对整个地区的安全 会构成重大影响 所以它加装战斧斯导弹 没有任何技术障碍 它只是什么时候装 以什么方式装的问题 那这个陆基宙斯顿 如果作为一种进攻性的武器 比如说装了这个战斧4 它的打击范围 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这个范围就是 美国在中导条约 被约束的那个能力 当时是500到5500公里 弹道弹和循环弹 都不可以列装 但是你去看美国 在当时的陆射战斧 大概就是3000公里范围内 那么现在战斧 从当时的一行 已经到了四行 现在是GPS的导引 是末段的景象匹配制导 无论是射程 威力 包括图防水平 都有了重大提高 按照目前美国 包括日本选择的点位看 是在这个山口线附近 如果这两个点位 你用3000公里画个圈 那很显然周边国家 主要战略要点 都在它的攻击范围之中 如果有了这样的攻击范围 和命中精度 以及毁伤效果 它的整个影响 在整个西北亚地区 会达到史上最高 看样子这个陆基宙斯顿 不仅仅是个盾 它还是一个锚 而且它不是自相矛盾 它都是要对外的 那一旦部署之后 那李老师您认为 又对日本的这些周边的国家 能形成怎样的威胁 我觉得首先 它是改变了这个传统 我们对于攻防作战的 这个性质的理解 因为过去呢 你说导弹防御系统 它不能完成进攻任务 这个理论上是成立的 原因就在于呢 就是它打出来的 一定是拦截弹 而拦截弹和进攻导弹 本身从基底上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导弹 比如说一个就是 敌方的导弹发射以后呢 它上对方对它的识别以后 判断它 比如说来袭的弹道 速度 方向以后 它引导几方导弹攻击的时候 它的导引头 特别是最终末段导引头 它是红外的 就是我需要识别 你的红外特征 包括进一步 有的是双波段雷达 再看看你的外形 是不是导弹 然后再拦截 就是它整个这个机理 和一般的进攻性导弹 是不一样的 但现在最大的一个突破就是 美国包括日本 他们打着这个导弹 防御的这个外衣 而且你还不可验证 比如说你讲 它可能发射的是战斧 你如果没有到那看 没有亲眼地看到 这个导弹是什么 你是不能判明它的性质的 所以现在带来的一个问题 就是有可能它所说的 这个导弹防御系统 放在那里 整个外形没有任何变化 不需要做任何的技术改装 但是它里面装的是 进攻性的武器 这个是目前最可怕的 就是技术发展到 现在这个成都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展 而且再考虑到 美国现在它所谓的 这个战斧的测试 它这个战术战斧 从当年91年 海湾战争的时候到现在 它已经技术发展得很快了 不知道多少代 现在都已经实现了 那么你现在比如说 它一方面成本 有了很大的降低 另外一方面 它的所有的制导系统 包括它的精度 包括它现在这个 空中寻击的能力 比如说我打对方弄标 你如果雷达关机了 然后我可能找不着你了 那我一般的导弹会自毁 但是它可以在空中待机 我一直在这地方游异 然后等到你一开机 我抓住你 我还可以再打掉你 就很多最新的能力 它全富裕到了战斧的以后 那就相当于 美国在亚太 特别是就在我们的当面 就出现了一个新的 强大的隐性的 进攻导弹的基地 这个潜在的威胁 我觉得对亚太 任何国家都是存在的 所以现在我就挺关心 这两套陆基宙斯顿系统的 可能的部署地点 有消息说可能会在 日本的这个秋田县 还有刚才杜老师 提到的这个山口县 但是同时日本媒体 也有报道 说日本的民众 对这个事挺反感的 说你把这玩意放到这 不好不喜欢 您觉得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如果是真的话 又能对它的部署地点 产生多大的干扰呢 这两个地点 应该是经过精心计算 选择的地点 如果能够让标算导弹 拦截范围最大 能够让战斧式导弹 对周边目标威胁最大 这两个点位特别合适 而且从距离上也相对实张 目前看老百姓的确 当地的居民对战斧式导弹 包括这个标算导弹的进驻 很有意见 说如果你放在这 你得等于招惹 其他国家的打我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部署 我会成为众矢之地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我特安全 该干什么干什么 所以目前看民众 肯定会反对 但是我大致判断反对无效 因为这个是日本和美国政府 联合作出的决定 这种争斗会持续 就像韩国中萨德一样 天天去抗议 天天去堵路 我想目前在这两个线 有可能这种事件会重新出现 但是在美国和日本政府的 强力干预下 部署应该是一个铁定的事实 此外据日本媒体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 还将于2月份 与日本的陆上自卫队 在想听野演习场展开联合训练 那么美日强化陆上军事训练 到底有何意图呢 下面通过短片为您介绍一下 据日媒报道 围绕日本陆上自卫队 与美国海军陆战队 将于2月在想听野演习场 展开联合训练的事件 日本防卫省进击地区防卫局 在1月20号对当地民众 召开了说明会 但是与会的民众 却纷纷要求训练停止 报道指出 美日联合训练将在 2月4号至15号实施 隶属于驻日美军 普天间机场的鱼鹰运输机 将在2月4号和5号 飞底训练场参加训练 虽然说明会中提到鱼鹰飞机 会避开市区飞行 但是与会居民对此表示了怀疑 想听野演习场 在去年11月向国道附近 误射了一枚81毫米的排击炮 造成一辆民间汽车遭到了破坏 据陆上自卫队表示 事故的主要原因为 队员在操作中错误地 输入了发射角度 属于人为失误 在此之后 想听野演习场 曾终止了实弹演习 美日为何不顾民众抗议 执意要在想听野演习场 展开联合训练呢 防务新闻查正在播出 李老师您看 不仅仅是陆基周斯顿的部署地点 招致了日本民众的反对 就在2月份 美日要在想听野的军事训练基地 要进行一个联合的陆地上的 这种军事训练 日本民众也是特别的反感 那美国和日本 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呢 我觉得这个反应 就是一贯的 美日忽略了日本民众的 这样一个诉求 那么单方面强化军事同盟关系的 这样一个现实的现状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 它定义的 我觉得还是做了一个模糊处理 比如说陆上演习 但是你看它参加的是 美国海军乱队员 所以我想它肯定潜在的 这个攻势作战 登陆作战 这个一定是它整个演练的 核心科目 主演这样一个科目 那当然日本民众会担心 原因就在于 过去实际上日本海上作业队 它很多的实验 包括很多的联合演练 是到美国本土去进行 在美国本土找一个两栖训练场 和美国的海军乱队员 进行混合编组 混合突击 甚至很多的战术动作 比如说 我从这个AAV-7上案以后 后续怎么展开 然后包括采取什么样的队形 散开面积多大 都是和美国直接就学过来的 但是你因为离日本本土 是比较远的 所以这种科目本身 它曝光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但是直接现在美国海军乱队 就进入到了日本本岛 来进行训练 而且训练的一定是演练的 核心的是夺岛的内容 而这个对于日本民众来讲 我觉得潜在的风险 谁都可以判断 就是你夺岛是夺的哪个岛 你周围还有哪些国家 你存在这个海洋的争端 岛礁的冲突 所以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这样理解 在去年三月份 日本已经有了自己的 水陆两栖作战团 再加上这次 美国直接把他的海军乱队 放到一起 那么打造的就是现代版的 就是我在拥有了 两栖作战力量以后 那么在日本本土着眼具体的科目 来进行的现实版的 有具体蓝本的 一个夺岛的这样一个预案 所以这种演练 本身从敏感度来讲 包括从进攻性来讲 和过去相比的 我觉得是高度敏感的 那在日本的国土上 美日双方的军事力量 进行这样的一个演习 那是不是这又是一个 美日之间军事力量 深度融合的一个争后 我觉得确实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过去来看 我们先说 就是说它是在美国本土 就是远离日本本土的 这样一个过程进行 那么现在到了日本本土 也就是双方不避讳 我现在美日军事同盟关系的 这样一个紧密度 而且不怕民众 更多的反对和抗议声浪 只要进行推进 那么我是觉得 美国 日本未来 强化进步的联合训练 这个本身 它这种追求 它是不会改变的 而且现在 它是有了新的 多维的空间 我们以前曾经谈论过 就是通常来讲 比如说一般的 作战力量的训练 多少年 它都是这样进行的 但是现在这个作战力量 它已经进一步 提高到更大的一个空间 包括电磁 包括网络 包括太空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 巨大的联合训练 联合作战的一个能力的拓展 那么另外 从具体的编组来看 双方作战力量 实现河边以后 而且如果说进步的 双方可以达到互操作 因为我觉得互操作 我们过去把它理解的 就是一个比较空泛的概念 但是你看看这几次 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 包括和欧洲国家 这样一个互操作 我们就会发现 它实际上里面是有内涵的 你看 俄罗斯的战机 如果逼近到北美防空识别区 那么美国出动的实际上是 美国自己的F22 加上加拿大的CF18 那么实际上它打造的 包括再加上 北约的E3望楼指挥机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互操作 就是我互相之间 信号一定是连通的 所有的作战力量混合编组 那么迅速地 美国自身的作战力量 会得到迅速地扩大和强化 那么如果说 把这个蓝本放到日本 那就相当于日本 现在所有的两栖作战力量 完全可以为美国所用 日本的四艘大雨级 我们看到那个国东号 多次和它进行联合演练 所以像这种大雨级 它是完全可以为联军所用的 那么另外呢 也包括像它的两艘日向 两艘目前的初云 那这种力量 再加上F35B 本身又是能够进行互操作的 相当于美日迅速在亚太 就打造成了一个集权式的 而且是能够联合行动的 这种空中进攻力量 海上进攻力量 这个潜在的风险是很大的 也就是现在美军的一心 想把自己的这种指挥 控制 通信等等 这样的一些触角 要深入到其他国家的军队当中 就这种融合 那杜老师您觉得 着眼于日本的话 美日之间的军事力量的 这种深度融合 有没有什么障碍呢 而且在着眼于可以预见的未来的话 他们能达到怎样的一种 一体化联合作战的程度 近期没障碍 远期有障碍 因为现在日本有求于美国 特别是在整个联盟关系中 自己越主动 自己投的权越多 装备越好 有可能越均衡 这样今后会把一阻一次 这个顺序 包括位置进行调整 日本有可能跟美国歼明间的说话 但今后如果进一步发展 你比如说 肩膀对肩膀的状态一旦超越 我对周边美国基地构成影响 这是美国人坚决不堪的 如果自己的进攻能力 包括现在发射的艾普斯隆火箭 那家伙都是固体的发动机 那么这种远程打击能力 如果今后导弹化 那么对于现在夏威夷和美国本土 都会构成安全威胁 如果把那个准航母 真航母 变成大航母 重航母 这对美国也会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如果任凭美国 目前允许日本作业队 大量发展 快速发展 那今后珍珠港事件 会不会重蹈 这个都是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美国是一方面看管 一方面默许 在美国允许的矿件内 日本可以发展 在美国忌讳的红线中 日本绝对不可以向前迈一步 所以目前看呢 这种一阻一刺的关系 还会持续下去 那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 今天在演播室的精彩分析 明天呢就是出席之夜了 然后也在这里呢 给两位专家拜年 同时呢 也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和家欢乐 幸福安康 也给您提前预告一下 在春节期间的 正月初四 初五 初六 我们防务新观察呢 将为您呈上 十分精彩的新春特别节目 那么今天的防务新观察 到这里就结束了 更多军事新闻 请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国防时空栏目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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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